病床上我还没咽起 女儿却毫不留情拔掉我的氧气管 一流之际 我看见女儿留下了忏悔的泪水 我知道她很犯我 在她五岁那年 我拿着家里仅剩的十块钱去赌博 输光后一身酒气地回到家 还拿他们娘三出气 她妈妈气不过 带着弟弟和她一起喝了农药 等自己发现时 几时勉强就回了女儿 虽然我现在不可提搏 可当年的事一直像悬在头颅上的利剑 时时刻刻无法当进对妻儿的忏悔 如果可以 我愿意用万亿家产重来一次 突然间 我感觉天昏第二名瞬间晕了过去 凌川 这是家里仅剩的十块钱 去镇上买两袋面粉 还能剩一块多 再给孩子买点作业等 萌萌中 一道飘渺的声音响起 熟悉又陌生 凌川心里一个噔 自己不是死了吗 怎么还能听到声音 于是我猛地睁开眼 只见一个小男孩正在推洒 周周瓦于梦吟 不 这怎么可能一定是强大 凌川 你没事吧 无意间 我瞥见了墙上的日历 最近居然是1985年3月18号 反应过来 我竟然成了声音 萌鱼 来给爸爸抱一个 萌鱼却下地直接躲在了 秦梦吟的身后 满是惊恐地看着 平时总是打开的父亲 看来 有些事情 还需要时间来慢慢证明 这一时重新来过 我一定要抓住最珍贵的亲情 那个 买面是吧 我这就去 凌川 千万别赌了 家里没钱了 听到这话 我身体不认一阵 捏着钱的手足游着钻紧 不会 说完 我头也不回来 走出了家门 念要买 但钱也得赚 我发誓 一定要记着这次重生的机会 让全家都过着好日子 这个年代的物资 还比较匮乏 上山上摆的 也无非就是一些柴米油盐 我看着看着忽然一愣 根据前世的记忆 今天应该有个 新赵的卖新潮发抢的男子 因为喝多了酒装逼 本人扔在了盒里 弄得远近皆知 这不就是赚钱的机会吗 这个时间 还应该会从镇子的南边过来 打定主意 我立刻大不留心地 往镇子南边走去 果然 见到一个背着袋子 无罪也有三分牢的 受罗男子一面走来 这不是赵哥吗 您怎么来这儿 你是 你这真是贵人多忘事啊 我是你远方的亲戚 咱俩还一起喝过酒呢 难得在这遇见你 走 我请你喝酒 赵国发一听有酒喝 心里就痒痒 然而他看了看背后的袋子 脸上便挂起一阵为难 不行啊 兄弟 我表哥从南方给我带回来 你发起 我媳妇让我赶紧卖了 家里有剑吃饭呢 赵哥你还怕欺负吗 这也不像你啊 这样吧 你把这些发侠 都一次批发给我好了 我去卖 你去喝酒 镇上的那家烧刀子 你一定得去上张 赵国发肚子里的蝉虫 瞬间被勾起 满脑子里都是那烧刀子的香味 终于省得我自己去卖 这发侠分钱一个批发来 这袋子里 正好有两百三十吨 你给我十块钱 全都批发给你算 我立刻掏出 那周爸爸的十块钱 赵国发拿的钱 就好像要上战场一样 义无反顾的冲向了酒馆 我重生后的第一桶金 就从你赚起 回到旗上 我找了个客流量 比较大的空地 又捡了个破纸箱 把所有的发卡 都倒在上面 那个年代的人 不会摇吼 但我会啊 走一走 看一看了 新潮世毛发卡到货 女人带了变好看 爸妈带了变姑娘 孩子带了贝可爱 走过路过 千万别错过啊 那个年代的人 听过这种摇吼 更没见过发卡 这种世毛的东西 急扫了下去 就围过来不少的人 我看着机会 立刻拿起一个 黑色带国地级的发卡 戴在了一个小姑娘的头上 头头 多好看 多漂亮 多时髦 大兄弟 多少钱一个 不贵 两毛钱一个 两毛钱一买不了实贵 也买不了上当 却能买得漂亮 对于一斤猪肉 2025的年代 两毛钱不贵 也不算便宜 可我会要喝呀 我边要喝 边收钱 235个发卡 不到一个小时 就收起来压卡 但是我不卖了 有这点最好看的 我去送信了孩子 再把那些钱吸吸一数 46.6 这相当于大城市 一个功能的月份字 算掉成本十块 纯利润36.6 翻了3.6倍 我紧握着钱 心里爱感丛盛 想想自己前世一万财富 都没有这36.6来的激动 与此同时 秦梦颖带着周周和婉玉 在门口翘首一盘 着急地看着门口那条 延伸着她稀奇与担心的那条路 秦梦颖有些后悔 把那十块钱交给她穿了 孩子们已经一天没有吃饭了 肯定是拿着那家里 仅有的十块钱 又去喝 又去堵了 你家临川是不是又去堵了 怎么天上不打个雷劈死她呢 梦颖 你等会儿 我家里还有几个玉米饼 我拿来先给孩子吃 张嫂 不用了 上次在你家拿的五金面 我还没还呢 咋能再拿你的东西 临川一会就能把面买回来了 到时候 我给孩子们做面条吃 别跟她过了 这日子还有啥意思 镇东头的孙大年 喜欢你这么多年 你咋就不同意跟她呢 就守着临川这个窝囊费 你咋想的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我现在哪还有脸见人家大年 爸爸 爸爸回来了 眼睛着临川的身影渐渐的放大 秦梦颖在那一刻 仿佛又看到了曾经的顶川 然而 她却是自嘲的一项 时光不可能倒退 临川也不可能改变 日子还得好下去 宛鱼 这是爸给你买的新书猫 还有新的文质盒 铅笔 本子 以后咱再也不用拿钱的头 再本身买正面的钱 咋买这么多东西 你哪来的钱啊 你是不是又去赌了 媳妇 这是送给你的管理的 以前都是我不好 都是我固扯 一毛钱的雪花糕 我都打你 我不要 你从哪买的 就退回去 我不用那些不一直才买的东西 心里不得记 老不是二十块你拿的 秦梦颖就是一愣 目光里瞬间生起一股绝望 买了这么多东西 还有钱 临川这是摆明了不往好道走啊 临川 你可以不用管我 但是你能不能看在孩子的份上 你做个人 老婆 这钱不是我赌过赢来的 而且你借我赌钱 什么时候赢过 这是我凭自己的本事 今天在集市上卖发钱账来的 你要是不信 你明天去镇上问问就知道了 我知道你恨我 我也不求你 现在就原谅我 但是你记得 我一定会凭自己的双手 让你和孩子幸福的 秦梦颖已经是惊恶的目的口呆了 这话能在临川的嘴里说出来 简直是不可思议 秦梦颖的眼圈再次的红了 如果真的能像她说的一样 该多好 根据前世的记忆 明天会有个给汇式拉牛的拖拉机 在半路掉进沟里 整个阵子的人知道吼不去抢鱼 但我要做的可不是去抢鱼 孟颖 你先把周周送张嫂那时 让她帮忙照顾一上午 顺便借下她家的拖拉机 然后咱俩一起去鱼堂 秦梦颖并不想跟她去弄这些 但是怕临川生气 又要对她拳脚相夹 便抱着周周 硬着头皮来到了张嫂家 是不是那个废物又打你了 孟颖啊孟颖 你到底图啥呢 看看人家孙大年 一手的木匠手艺 我听说她给人家做家具 几个月就赚了五百多块钱 再看看你家的那个废物凌川 干啥啥不行 张嫂 凌川没有打我 就是想借你家的拖拉机用一用 我再把周周放在这 帮我看一天 借拖拉机 她又想干嘛 我可不借 我真怕她把我的拖拉机卖了 不会的 今天我跟着她 要是她有什么坏心思 我就是拼了这条命 也不能让她动你家的拖拉机 张嫂也是心同情梦颖 怕不借给她 回去又得挨她 便喝了恒星 答应借了 随后我启动了拖拉机 沿着天堡的山路 凸凸了五分钟 总算是来到了镇里的鱼塘 现在鱼塘承包给了镇里的钱满仓 这家伙不是什么好东西 耗色 耗赌 耗角 但是她老子有能耐 在镇子里开合作社 有啥过去的 就是她老子出面给摆皮 川子 你咋来了 哎呦 弟妹也来了 给我捞一百条三斤以上中的大鱼 越喝越好 川子 你要这么多大鲤鱼干嘛 难道要去卖啊 今天可没有赶集啊 我知道这家伙想谈自己的路子 便呵呵一笑道 不是卖 是亲戚要用 赶紧给我捞吧 别人要用鱼 我还相信你要用鱼 你就是打死我 都不信 咱镇子里 谁不知道你是啥德性 你看看你还有亲戚 你的那些亲戚 现在见了你 都恨不得打死你 你想要鱼也行 按照市场价 五毛钱一斤 你要多少 我给你多少 但是钱得先放在这 你能拿得出来吗 五毛一斤 我没猜错的话 之前有人来拉走一百条鱼 你四毛一斤算为人家的 到我这里就五毛了 他是怎么知道 刚才有人拉走一百条鱼啊 那个人是往会市方向去的 他们也碰不上啊 你别管人家多少 你能把钱拿出来 我两毛五一斤给你都行 关键是你能拿得出来吗 要是让孙虎知道 你跟他老婆搞破钱 你猜他会怎么做 好像那孙虎的精神还不太正常啊 鱼把头带人给我挤 一百条三斤以上的大鲤鱼 林川 你要这么多的鱼 你能卖得出去吗 如果卖不出去 咱可没有钱陪人家啊 这个你不用担心 我一定能卖得出去 你啥都不用做 待会等着收钱就讲 这是一百条 也就不够撑了 每条就按三斤给你算 我也不收你两毛五一斤了 就收你两毛一斤吧 这三百斤一共是一百八十块钱 也不用着急给 你啥时候给都行 那行 等我卖了鱼 就把钱给你送来 我这边还着急去市里 两个小时后 拖拉机就已经进入市区 秦梦营本以为 林川要去市场卖鱼 想想也是可以的 这么好的大鲤鱼 在市场里也能卖到好价钱 然而 林川却直接把拖拉机开过市场 左管右转的 居然来到了一家大酒店店 林川 你把鱼弄这里来干嘛 天这么热 还不赶紧去市场卖掉 你等他们发臭啊 为啥要去市场 还要交管理费 而且也卖不上什么好价钱 还有竞争 咱就在这里卖 在这里 林川 你能不能正常点 这里哪有人会来买鱼 与此同时 酒店正因为鱼没准时送到 老板 这眼看要开戏了 鱼还没送来 搞什么 我可让老杜坑死了 让他九点前送来一百条鱼 现在都快十点了 鱼还没送来 要不你看看 还有没有别的鱼可以代替的 老板 你开玩笑呢吧 人家结婚 用大理鱼是图吉利喜庆 你给人家弄啥鱼 人家摆了一百桌 我上哪儿去弄一百条鱼 老板 鱼 鱼送来 正在愁眉哭脸的老板 顿时来了精神 急忙带着厨师来到酒店外 你们是要买鱼吗 买 这又不是老杜给我们送来的鱼吗 老杜呢 你是老杜的什么人 我不认识什么老杜 这些鱼只卖不送 这是啥情况啊 我媳妇说的没错 只卖不送 你们要是不买的话 那我就去别的地方卖了 小伙子 鱼怎么卖的 一块五一斤 啥 一块五 你这也太贵了吧 市场才卖八毛啊 市场你也找不到我这么狠 而且也不可能有这么多 一块五还是全要的价格 如果只是买几条的话 一块八不讲价 行吧 一块五就一块五 除事过称吧 过称之后 一百条鱼 足足有415斤 一块五一斤 一共是622.5元 给我老婆吧 她是家里管钱的 秦梦颖握着钱的手 都激动得有点颤抖 她长这么大 还没有一次拿过这么多的钱 当老板离开后 秦梦颖还是把钱伸给林川 622.5 正正好好 给你吧 你是我老婆 我林川此生最爱的女人 以后我赚的每分钱都会交给你 那是我作为你的丈夫 应该去做的 希望你说到做到吧 走 老公带你去商场 给孩子 也给你买几件衣服 碗鱼的鞋都露脚趾脱了 周周的裤子 都也都小了不少 你只要好好的 别打骂我们 别再喝酒赌博 我们也会死心塌地跟你过的 就怕你是两天的新鲜劲 一会就先去给孩子买衣服鞋子吧 剩下的钱攒起来 等攒够了 咱也去买个拖拉机 以后卖鱼拉鱼也方便 林川差点笑出来 还想着卖鱼呢 前世的记忆里 也只能是卖这一次 但是林川的脑海里 已经有了另一个赚钱的记忆了 根据前世的记忆 半个月之后 有家国际酒店开业 场面弄得非常大 而我就是要抓住这次机会 随后我来到一家彩虹店 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此人名叫于美玲 初中的时候就对林川有意思 林川经常从他手里拿钱去烂赌 欠了他很多的人情 我来是想让你帮我的忙 说吧 这次又要借多少 说啥呢 咱俩时间难道就没有点别的 我是想让你给我做两套衣服 你要做啥衣服 自己穿还是给别人做的 给你跟我习不过 你俩一人一套 面料就用你店里最好的棉红料 不要提论的 而且明天中午日前 你俩一定会穿着天上 你脑袋是不是让人打傻了 你给我做啥衣服 你让我们穿给谁看 而且棉红料特别的贵 一米都要十几块 你能不能跟我说你到底想干嘛 你就别问了 到时候你自然知道 现在我就给你画出 然后我亲自给你打板 一会儿我带孟赢过来量下尺寸 你说什么 我做了这么多年的裁缝都不会打板 你怎么可能会打板 你在逗我呢 是不是逗你一会你就知道了 和你说这是我钱之学来的 你会信吗 出了裁缝店林川就回了家 准备带秦梦赢过来 做衣服 不过年不过节的做啥衣服 还挺贵的 我又不是没有衣服穿 这个衣服是为了挣钱的 一定得做 听到是要挣钱用 秦梦赢便也没有再拒绝 只要林川正经赚钱 他一定会支持 到了裁缝店 秦梦赢见林川熟练的使用缝纫机 震惊得何不拢嘴 秦梦赢 你是不是也觉得 林川有点跟过去不一样了 他什么时候有着手艺了 不会是鬼上身了吧 你别胡说 赶紧去做你的伙伴 几个小时后 两套衣服全部做好 你们现在就穿上 让我看看 当俩人把衣服穿在身上 俩人都是大吃一惊 我的妈呀 这衣服穿着 咋这么好看呢 林川 你是咋想到的 看看这肩膀 这小妖 这衣服要是穿出去 还不让人陷入死了 你现在能告诉我 你到底要干嘛呀 明显你就知道了 到时候我跟孟明来接你 咱们一起去试 第二天 林川带着秦梦林和李美琳 来到一家酒店 你带我们来这干嘛呀 待会就知道了 跟我来吧 随后三人来到了酒店办公室门口 你俩先等着 待会我叫你 请进 喜经你你好 我叫林川 我们占用了几分钟的时间 你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的 我知道贵酒店会在半个月之后开业 作为本市目前最大的国际酒店 形象非常重要 而习经理也肯定在为如何提升企业形象而绞尽脑汁 我倒是有个想法 想跟你说说 习小蕾有点吃惊 他现在的确在考虑这个问题 可这个陌生人是怎么知道的呢 你请继续说 企业以人为本 以管理为核心 形象并不仅仅是精灵的理念 同时也是一种直观的印象 你要做的就是让每个到过你酒店的人 都要记住这里的特点 而且还要深深地印刻在他们的脑海里 想想光是服务人员就有200人 如果你能够给他们统一制服 并且还要让制服跟企业的档次与等级相互相成 你的企业形象瞬间就会提升起来 统一制服你能再详细点吗 在这之前我想让您看点东西 说吧 林川走了出去 随后带着秦孟赢跟玉玲走进办公室 当看到两人的形象时 习小蕾的美眸里瞬间惊讶 而起别热情地笑道 我这边现在有200个员工 你服务员就有150个 男工有50个 算上我 正好是151人 你能在半个月之内做出151套来吗 咱们可得签合同 当然没有问题 但前提是咱们得先谈好价格 而且你还有预博50%的定金 那么这一套制服需要多少钱呢 宇美宁的进货价格是13块钱一米 这套衣服用料为2米 也就是26块钱 当然还有服料 全部算下来是37块钱 成本以及设计费用加785块钱一套 151套就是12835块 一个服务员的工资一个月才50块 一套衣服相当于两页的工资了 这个价格有点不太能接受 你说的不错 但是你有考虑过吗 这制服是你服家拥有 这会给酒店创造多大的价值 而且我可以很负责地告诉你 这个衣服全国你都找不出相同的来 它不仅是衣服 更是一种潮流 一种文化 一种内涵 就如期经理一样 你是知识女性 你要把自己美好 以及你对工作生命 以及事业的感悟 通过服装表达出来 你会给人最直观的印象 这会让你更加的自信 更加的美丽 这就是我制服的价值 这一番话说的 西少内心间之处 划过深深的激动 他觉得凌川说的 太有深度 太有内涵了 从来没有人对他说过 这么富有感染力的话 好 85就85 我会一次把所有的费用都给你 但我的要求是 你要在半个月内 把151套衣服都给我做好 绝对不能影响我酒店的开业 你还要给我留个服装厂的地址跟电话 以及盖章的管理部介绍信 没有问题吧 要求的还真多 这几样我一样都拿不出 没有工厂 没有电话 介绍信我倒是可以试着给你开 如果能不能开得出来 那得看我们镇子里管介绍信的那人 喝没喝多 我们只是镇子里的菜育店 想创业赚点钱 没有那么多的东西 如果你觉得无法接受 那我们可以不用喝多 他居然如此的坦然 但这也正是一个人的魅力所在 如果我能得到这样的人才 那就是如虎添一啊 那好 我相信你不会骗我的 跟我来吧 凌川的嘴角摸起一摸 灰心的微笑 西小蕾在他前世的生命中 一直都伴随在他们身边 是一个跟他共患难 同甘苦的女人 即便到了这一世 他跟西小蕾的缘分 又一次的开始了 凌川 一把五十一套衣服你打算怎么做 我一个人是肯定做不过来 身上的妇女有那么多 会跟黄润机的更熟 叫他们把黄润机搬到你这里来 稍微直到一下就可以了 明天你就去做个广告 一人一天五个人钱 如果加一般的话再加五块 那倒是可以 我就认识很多会跟黄润机的 一天五块 他们都得抢着干 干什么一天也赚不上五块啊 那面料怎么办 还有尺寸 人的高矮胖瘦可是不一样的 面料明天我去买 至于尺寸 定五个码 头XL XL MS 这五个码 每个码的尺寸注意地减 明天我再去问问西小蕾具体的服务员尺寸 到时候就有数据 第二天 临川开着张扫家的拖拉机 花了两千四百五十块钱买的面倒回来 而于美龄也找了二十多个人 包括张扫在内一共八十七个人 每人都把家里的缝纫机翻来了 大家听我说 明知负责登缝纫机 不了剪辑啥的不用你们管 我的方式 于美龄会告诉大家 你们一天的工钱是五块 晚上加班的话 再加五块 白班工一顿饭 有菜有肉 晚上加班的话 也工顿饭 但是我丑话说在前面 谁也别给我故呢 做好的衣服也不检查 不合格的女人就别想拿到工钱 我们在这里有吃有喝有钱赚 家里的爷们吃啥 让我们在这里干也行 那也得把家里爷们 跟孩子的饭带回去才行 张扫说的对 我家那个爷们还有三孩子 要是没人做饭都得饿死 林川 你现在都赚了大钱了 也不差这点了 话可不是这么说的 我们出五块的工钱 比市理工人的工资都多 控饭是为了赶进度 你们在这吃没啥 可带家里人来吃 那就算了 你们拖家带口了 那可是好几百张鬼 我们可供不起 那我们就不能干 为了挣点钱 弄得全家都不高兴 不值得 不干了 张扫说的对 要不你每人给我们加两块钱也行 一天七块我们就干 两块钱也足够家里吃顿饭的 姐姐们 来之前咱们说好了 一人一天五块 现在你们要加钱 这有点不讲究了吧 余美玲 你要的话那你就去市里找人干呗 求我们干嘛 我们还不愿意干呢 如果是别人 我们还能想想 但给林川 我觉得都不把握 没准累了一天钱都拿不到 那我们找你拿钱了 大家都听我说规矩是不可能变的 你们想干就带 如果不想干 那你们现在就可以回去 你们也别的觉得 我是在装大尾巴拉 难案倒是说 是看在余美玲的面子 其次就是抹布灯红烟机 别的你真就没啥 如果你们非觉得我离开你们 就干不了这个活的话 那你们就有点太想看我一番 三脚腿的猪不好找 两脚腿的人可有的是 大不了我重新找人来做 五块的人工钱还供饭 大家都得抢下来 我也不过去 反正就是这个待遇 你们要干的话就干 不干的话那就赶紧到地方 我好顾别人了 媳妇 这个是空钱 谁给咱干就给谁 本来众人就被林川给说的 有点心里没底气 再看到那钱 是彻底的动心了 五块就五块 总比在家待着一份没有的好 我干 两天后 林川找出一套 比较适合西小蕾身材的衣服 就来到了市场 习经理 我来给你送个样品 什么时候来的 吃饭了吗 已经吃过了 你先试试这个样品吧 好 跟我来办公室吧 我穿给你看看 我就不上去了 还有点别的要忙 过几天跟我交货的时候 请你吃饭 不知为何 西小蕾的心里却有点失落 行 那你先去忙吧 你说啥都不行 我就不让我媳妇干了 你们整天在这里登缝纫机 有吃有喝 我们这帮老爷们在家挨饿 这叫什么事 谁爱干谁干 我不让我儿媳妇干 儿子不在家 我跟老伴的身体都不好 整天连口热饭 热水都吃不上 赚的钱也没给我花一点 我就不让他再去干了 说是在这里做一层 谁知道是在这里干嘛 咱们听得不着家 说是赚钱 我一个老爷们 用得赚钱养家 难道整天待在家里伺候你们就是 他们该干的 你们这么厉害 咋不给自己媳妇一瓶五块钱花 再说了 你让他们回去 那我们的生意怎么办 能不能别这么自私 你们的生意跟我们有啥干系 又不是我们的生意 你们家赚的钱 又是买彩电 又是买如银鸡 整天的猪头肉 大炒饭 我们看到了还是吃到 想让我家翠花帮你们处理也行 那一天 就得给我们家翠花多加五块钱 还得让我们来吃饭 中午饭晚饭 让我们全家都能在这吃的才行 翠花家的 你能不能要点脸 还有你们 也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是咋想的 你们不就是觉得现在我们离不开他们 就做地起价呗 我实话告诉你 没门 一分钱都不加 不加钱 那我们就不干了 翠花你给我回来 把咱家的缝纫机也给我推出来 你们不能走 走了我们怎么办 媳妇 不用拦着他们 明天我们正式招责同工 我还不想让他们赚我的钱 那行吧 反正也留不住 就让他们走吧 那些男人本来想的是 来闹一闹就能占点便宜 谁承想 偷去煤车还搭了一把米 这回连五块钱都没有了 川子 你看这是干啥 我也就是气口上 让我家翠花继续干吧 我绝对的支持她 别了 我用钱 您把它给回去吧 媳妇 把今天的东西给翠花钱 别的就不用说了 第二天 钱满仓来到了林川家里 川子 晚上有个局聚摸击法了 我就不去了 我对这些没这么大的乐趣 以后这样的局就别找我了 别人说这话 我还相信 那狗还能改得了吃屎啊 怕媳妇生气 哈哈哈哈 你林川还是怕老婆的人 你老婆没被你打死 都算她命大 再说了你卖鱼 赚了好几百块 现在又帮大酒店做工作服 镇里都说 你赚了好几千的 留着钱干嘛 去玩玩她互相了 走吧 那边都开始了 我再跟你说最后一次 以后这种事别再来找我 不然到时候 别怪我对你的客气 赶紧给我滚 你想取好 没那么容易 你给我等着 林川 林川 太出来 彩虹不着火了 等到林川来到彩虹部的时候 大火是春天燃烧 宛如那身披抹火的恶魔一般 画出咧咧的炸咧之声 林川想的 不是那些衣服 而是于美玲啊 她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就要往火场里冲 林川 你要干嘛 你不想活了吗 于美玲在屋里 我得去救她 林川 我今天晚上看见于美玲 她回家看她爹妈犬 不再猜不过 林川这才把吊主的心 放回肚子里 只要没有伤到人 其他的都是小意思 林川 接近四十套衣服 全都被烧毁了 到时候 没啥了不起的 有我在呢 我的裁缝铺 我的裁缝铺啊 衣服 衣服呢 别想那些了 没了就没了 再做你了 你这裁缝铺 我也会给你重建起来的 这是有人无意放火 用酒精炸料放的火 剩下的我们就不管了 你们去找镇上的安保对手吧 哪个天杀的放的火 你要是活不起 你就去死 你的缺德畜生 让老天爷一个雷劈死你 然而林川已经知道 是谁放的火 除了仰土生跟前满仓 不会有别人 你们这俩畜生 给我好好等着 女美玲 你家着火把我们的缝纫机都给烧了 你说咋办吧 对 你得陪我们缝纫机 要不然跟你没完 幸好我把缝纫机拿回家 还算赚到了 我就说有的钱不能赚 这回好 所有的缝纫机都烧了 你们不用担心 缝纫机明天我就买给你们 你买 你拿啥买 别拿嘴忽悠我们了 到时候你不买 我们找谁去 那你说怎么办 现在我去哪给你买缝纫机 不用你买 把钱给我们自己去买 现在纫纫机最好的125块一排 你就一人给我们125块钱就行 不给钱今天我们就跟到你家 我们见啥班啥 反正我们不能吃这个亏 好 就按你们说的办 跟我回家打钱去 满仓 这次哥得给你竖个拇指 你这招是真够绝的 这把火烧的是真好啊 这下看他临川还怎么嚣张 这算啥 后面还有别的招呢 我不让他临川趴在我脚下 我钱满仓三次倒这些 现在还剩三千块 买面料都不够 而且这一着火 也没人给咱干活了 酒店的订单我们咋做啊 今天晚上我不回家就好了 都怪我 还好你回家了 不然都怕你在烧死 现在的你家高兴 就得烧了 我给你开心的 那多好啊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能开玩笑 你们不能长点心 那愁眉苦脸就能解决问题吗 现在咱们还有12天的消货时间 足够用的 那面料怎么解决啊 还有我们的钱根本不够啊 钱你不用管 我来解决啊 裁缝铺被烧了后 林川带着仅剩的三千块 来到了一家经店 先生想买金是吗 现在的金价是多少 现在都是按照国际金价 32块钱一克 有的时候也是略有浮动 但是也不大 今年的金价也很稳定 你这里有多少房间 我这里现在大概有十斤 五千克 您打算买多少 我全都要了 啥 小伙子 咱不带开玩笑的 你不能一开口就把我这金店都买了 你就实在点 别开玩笑 到底买多少 价格我还能再给你便宜点 没跟你开玩笑 五千克我全都买了 你就给我个最低价 小伙子 你不会是同行吧 不然你为啥买这么多的黄金 我也是替别人买的 人家要开工厂 需要用黄金原料 你也别问那么多了 就给我个实在价格就好 这样吧 我二十八块钱一克卖给你 五千克 那就是十四万 我现在没有带那么多钱 得先去银行拿 这三千张的重金 咱俩先把合同 然后我先拿走 这样品 两个小时后咱们再交易 行 没问题 出了精变凌川前往一家信赛厅 中五号先生 请问您有没有定位置 我等人 随便给我找个位置 先给我一杯眼 再开手 十分钟很快就过去 时间正好到上午十点 门外走近两人 一个是外国男子 一个是女翻译 凌川前世的记忆力 这个老外的名字叫布鲁克 是美国一家海外投资公司的住外代表 今天他就要从这个老外的身上 利用时间差赚到你的钱 你好布鲁克先生 我叫凌川 能借用你两分钟的时间 跟你谈比生意吗 话音落下 女翻译那能装淹没的脸 瞬间被震惊淹没 凌川的口语比他这个正经的翻译都好 而布鲁克觉得外语说的这么好的人 一定也是有身份的人 我不知道两分钟能够谈成什么生意 但是我倒是很想听听 请坐吧 一个小时前 你应该收到一个消息 国际金价因为某些原因 出现大幅度的涨幅 每克黄金由32块已经飙升到56块 而你的公司让你在这条新闻 还未被我们知道的前提下 全面的收购这个城市的黄金 我现在手里有5000克黄金 以每克50块的价格卖给你 之后你就可以继续以32块的价格 收购这里的黄金 这个生意对你是有利的 凌川先生 你是怎么知道我收到这条命令的 还有你是怎么知道我要收购黄金的 而且你凭什么认为 我就一定会以这个价格收购你的黄金 因为你没有选择 如果你不收购 我就会利用我的影响力 让整个会市的黄金价格瞬间涨过56块 你可以不收购 但是我想你并不愿意放弃这个利益 你只需要满足我的要求 我也让你赚钱 这就是利益交换 至于我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很简单 因为我的专业就是国际七指操盘 我随时都掌握着国际黄金七指的走势 一个小时前我也接到了我的国际同行给我打来的电话 但是唯有黄金却没有渠道 而布鲁克先生你这两年搭着我们开放的浪潮 可是赚了不少的资本 我对您的大名可是早就听说了 你是少数能够在我们的国家赚到钱的人 所以你现在也应该明白我说的意思了 鲁川先生不得不说你的确是个商业人才 但是我不太可能接受你的黄金价格 如果你能参考每克三十五块 我倒是可以考虑 布鲁克先生你还是没有明白我的意思 或者你还没有算明白你的利益 如果你坚持三十五块收购我的黄金 那么我只能让全市的黄金价格跟国际黄金价格挂钩 而且我相信你会彻底的失去获得这次利益的机会 你要知道变化的传递速度可是快过新闻的啊 布鲁克当然会计算这个利益了 就算他放弃这个城市 可他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赶到下一个城市 等到这个新闻在晚上七点播出之后 他就彻底失去这个利用时间差赚钱的机会 跟整体的利益比起来 鲁川的条件还是可以接受的 鲁川先生你是我遇到过的最难缠的对手 你甚至都让我无法拒绝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交易吧 好的对手就是好的利益 我只是想借你的渠道也赚点资本而已 既然你没有别的问题 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交易 鲁川把布鲁克直接领到了金店 老板借鲁川直接领了个外国人 那眼神里全是崇拜 布鲁克先生这里的黄金一共有五千克 按照我们说好的价格 五十块钱一克一共是二十五万 好 我现在就给你写支票 请把所有的黄金都装好吧 他们说的话 老板是一句都没有通懂 只是站在边上满脸的傻笑 鲁川拿到支票 确定金额跟支票真外后 便对到玩笑了 把这里的黄金都装好吧 没问题 那钱怎么办 钱在这里 待会咱俩一起去银行去 就可以了 那还说啥了 这生意做的痛快 半个小时后 鲁川揣着十一万的存折 直接回来吧 你不是说去赚钱了吗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你赚到钱了吗 赚是赚了点 但是不多 就只赚了十一万 十一万 鲁川 这么多钱是哪来的 绝对不是歪道上弄来的 这是你老公我平能的赚来的 我不相信 你跟我说实话 这钱到底是哪来的 这钱算是千千搭桥赚来的 我今天无意间认识了个外国人 他想买黄金 于是我帮他找了个黄金卖价 然后我用低买高卖的方式 赚了个中间的差价 太好了 太好了 我们有钱了 我们现在是真正的万元户了 媳妇 你冷静点 以后咱赚的钱会越来越多了 我准备承包市里的一个服装厂 明天就去研究价格 第二天上午 林车来到了市里一家 服装制造厂的门前 说是工厂 也就是几排平房 一个有1000平米的院子 加一座二层小楼 根据前世的记忆 这老板鼓掠会在第二天晚上 因为输掉工厂而跳楼自杀 你是谁呀 来跟你谈点生意 现在方便吗 方便方便 什么生意 吴老板 我长话短多 三万块钱收过你的工厂 行还是不行 三万 收过我的工厂 我喝多了还是你喝多了 而且我也没打算卖我的工厂 现在我这场子的效益特别的好 做不完的订单 我凭啥要卖给你啊 我可是带着诚意来的 没时间跟你说太多的废话 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 你现在连裤叉子都会输了 眼看你就要把这工厂也给输了 那些人只是给你2万 而我给你3万 你不卖给我 难道想一分钱都拿不到的输掉吗 这人是怎么知道的 我可从来没见过来 算你说的对 但是3万块钱 我不败 这里当时投资了20万 所有的设备都是新的 虽然不忍心带放假 但是通知他们立刻就不来上班 10万块钱 我倒是会考虑考虑 那咱们就不用谈了 你就等着别人2万说吧 工厂再好 没有订单 没有设计研发 没有销售渠道 也没有啥用 借林川要走谷月 还是有点着急啊 错过这个机会 他一定会后悔的 就在林川走到门口时 谷月还是叫住了他 5万 现在咱就签协议 3万5 多一分都不谈 行 没问题 一个小时候 工厂的几个留守的职员 早就知道谷月把工厂 买给这些年轻人了 林川从他们的表情里 就知道 他们现在想知道什么 大家都别多想 我虽然买下了这个工厂 但这里一辆还是服装厂 只是换个名而已 大家帮我通知下其他工人吧 叫他们明天都来上班 听到这话 众人总算是把心放下了 林川这时就看向一个面向 很老实的中年男人 笑道 您贵姓啊 老板 我姓赵 叫赵隋田 市场里的维修工 赵哥 你带我先参观参观工厂吧 其他人现在就去通知别的工人 明天回程号吧 下午的时候 林川把秦梦盈跟余美琳接到了工厂 当秦梦盈跟余美琳知道 林川只用了三万五便买下这个服装厂 惊乐的是目瞪口袋 老婆 以后你就是这里的财务会计 不行不行 我这高中文化水平 根本就不懂财务啊 不懂我可以教你 难道你想把我的钱 交给外人来管吗 林川 你现在可是大老板吗 你给我安排个什么职位啊 以后你就是销售副经理 真的呀 我也是大经理了呀 同时 钱满仓也来到了回事 他直接来到了酒店 正好被孙主任看到 见个家伙鬼鬼祟祟祟的 就好像个小偷似的 孙主任就上前问道 你是干啥的 在这里乱看什么 你好同志 我就是想来说的情况 你们是不是让一个叫林川的 给你做工作的话 这有什么情况 你们被骗了 那个林川就是个烂毒鬼 他根本就不可能做出傻衣服 就找了几个老娘们做点衣服 前天晚上他赌输了钱 喝多了酒 把做衣服的裁缝铺都给弄失火了 然后还带着媳妇到处的喝酒得瑟 我们镇子里的人全都看不下去了 这不是骗人吗 我们可不能看着他败坏我们镇子的名声 口说无评 你能把这些都写下来吗 这样我才能跟老板说 行 孙主任 现在我就可以给你写下来 好 跟我来吧 转眼到了第二天上午8点 长门打开 工人陆续的回来 报到上班 正式开工之前 林川得先给大家开的会 毕竟他是新老板 有些规矩还是要说的 我叫林川 以后我是大家的老板 今天大家也算是我 接手工厂后的第一天上班 我说几点 大家要认真工作 你们的工资由之前的每个月20块 涨到每个月的30块 如果工作出色 还有奖金10块 包括福利补10块 也就是干好的话 你们每个月能够拿到50块 老板你还好料 还怎么帅气 我都洗还算你料 你们怎么跟我开玩笑都可以 但是工厂的规章制度都得遵守 否则就得罚钱 还有最重要的是 工作质量一定要满足要求 我们就是靠质量吃饭的 这个没有任何的商量 接下来大家先打扫卫生 下午正式开工 而另一边 孙主任把钱满藏血的那封信 重重地摔在了西小梁的面前 习小蕾 看看你干的好事 我当时就反对你订购什么工作服务 现在你怎么跟我们交代 我外甥让你做酒店的副总 是为了让你给酒店创造利益的 你可倒好 吃着锅里的还不算 还火同外人坑我外甥 实话跟你说 我已经把这封信跟酒店的其他经理 还有王总看了 我们要求你 要么把损失补上 要么你就离开酒店吧 我们可不会让你这种害群之麻 继续地坑酒店的钱 如果只是平一封信 你的反应就是如此的大 那我还能说什么 不过在确定这封信的真实性之前 我需要你搞清楚 距离交货的日期还有十天 这段时间之内 我不会离开酒店 更不会去陪酒店的损失 除非是到了交货日期 如果临川不能把工作付给我 那么我来填补酒店的损失 也会离开酒店 现在请你离开 我不想再跟你说下去了 行 待会我让王总来跟你说 诺下这句话 孙美丽就离开了办公室 齐小伟脸上的坚定 也渐渐的贪软了下来 想想还是晚上去镇上看看 我是专门为了你来酒店的 我是真怕你压不住孙美丽他们这些人 被骗了也没啥 这一千少一致 下次注意点就可以了 来一万多块钱 我给你拿了 没啥的 你就安心的盖下去 有我的 不用怕 不用了 如果我真的被骗 那我自己来面对 但现在说这些还为时尚早 至于孙美丽他们 我都已经习惯了 他们一直都想让我离开酒店 不过我现在还没有这个想法 您这么忙 就不用操心这些了 我现在还得去培训服务员 就先不说了 说吧 西小蕾变头也不回的离开了办公室 王凯哲的脸上 没有丝毫的波澜 眼里却更加多了丝丝的兴奋 对他来说 越是难以驯服的野马 就越是有乐趣 第二天下午 西小蕾就来到了临川的裁缝店 西小蕾站在裁缝部的废区前 脸色已越发的难看了 看来他心上说的 还是有点根据的 转身看见附近有个小餐馆 他立刻打算去餐馆里 打听打听临川这个人 到底是不是像心里说的那样 你说临川啊 我太知道了 那就是个烂毒鬼 整天喝酒 喝多了输了钱 就打媳妇打孩子 镇上没有不认识他的 以前来我这里喝酒 连钱都没有 别提多烦人了 那他最近是不是在做衣服 做他娘的衣服 整天找一帮子老娘们 跟裁缝部那个叫余美玲的 骚货围着他断 综武在我这里又买鱼又买肉的 咱也不知道他那钱是打哪来的 前几天裁缝部一把火让人给烧了 这几天连人都看不见 西小脸现在已经完全的 可以看灵带风行说的都是真的 他真的看错临川了 就在这时 前满舱跟几个狐狐狐狗友 也走进餐馆 老板娘 没见到人来吃饭了吗 过来点餐 看见了看见了 你个老鬼想吃啥就点呗 非得我过去干嘛 老板娘 那姑娘不错呀 你瞎心情 人家是市里来的 你就别想了 也不撒泡尿照照你那德性 像吞磨奔波爸似的 快点点菜 姑娘我是这里鱼堂的老板 万元货 你自己一个人 吃饭都没意思 来陪哥喝杯酒 咱俩认识认识 老板娘结账 老板娘 这姑娘的面前我来给 再给这姑娘弄两硬菜 陪我喝两杯 老板娘 钱我给放桌上了 姑娘别那么着急啊 陪我喝两杯 老子有钱 你喝一杯我给你十块钱 你陪我睡一觉 我给你五十块 你们想干什么 老板娘 难道你不管吗 你这姑娘也是的 就陪他们喝杯啤酒能咋地 要是给我十块钱 我都跟他们喝 你们这群流氓 让我走 想走可以 拖了裤子 你让老子看看 有点意思 无耻 下流 放开那种姑娘 让我来 谁 不是 你们给我让开 你少特么管老子的闲事 给我鼓出去 凌川 一个烂的鬼敢打我 今天老子跟你拼了 兄弟们给我上 你给我听好 你这可是在耍流氓 我现在去叫安保队的话 想想你自己会如何 我现在就带着他离开这里 我看你们谁敢拦着我 凌川 我以为你是个正经人 我那么的相信你 甚至顶着压力 把工作服的钱先给了你 可是你却骗了我 你等会 你说我骗了你 我咋骗你了 你自己看 你知道这些是谁写的吗 是钱满仓 你知道这钱满仓是谁吗 就是方才跟你耍流氓的那个人 连这样人的话 你都相信吗 那我要的工作服呢 他们在哪 在我的工厂里啊 再过几天就可以交货了 工厂 你有工厂 还丰富都少人 那我只能搞工厂了 而且就在市里 你要不要去办公厂了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 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些啊 天快黑了 你是打算在镇上住 还是想回镇 我要回市里去 那行 我送你吧 为啥这里的人都这么讨厌你 因为我以前的确很不像个人 也是因为他们嫉妒我有钱 你也知道 人的嫉妒心 有的时候是很像人的 它可以让一个人轻易的 用你去人性 所以呢 这镇子的人都在想 赚钱的那个人 为啥是我 而不是他们 其实我们俩很像 我觉得你在那个酒店 也不让很多人嫉妒 哪怕你年轻点 却量你 那都是他们嫉妒你的理由 我都不喜欢住在这镇上 想去市里租个房子 这样也能方便管理平台 你们要搬去市里吗 是啊 可是现在忙 没找到合适的地方 我倒是有个房子 你们如果不嫌弃的话 可以先去住 明天我带你去看看 行 没问题 酒店还有五天就正式开业了 大家现在还有什么问题 王总还是那工作服的问题 到现在为止 其副总都没有给大家个交代 这样也太说不过去了吧 就是啊 不能因为他是副总 就可以胡作非为吧 我觉得还是跟大家说说的好 就是啊 如果这样都可以接受 那以后酒店还怎么管理 你们想要个交代是吧 那我就跟你们说到说到 首先写这封信的人 就是个无恶不作的流氓 他杀人放火什么都做 对于这样的人 你们都相信 也可以 毕竟我也没有想阻止你们的想法 那就说说工作服吧 林川在会市有正规的服装厂 生产力没有任何的问题 我不知道 你们为什么非得说这个 但我只想提醒各位 我只是在做我份内的工作 我没有任何的错误 现在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了 反正我们没有看到工作服 你说的我们就不相信 王总 你说两句吧 看看这个怎么办 在我看来 习副总毕竟还年轻 社会经验不足 大家就不要再为难他了 至于财务上的损失 把那笔支出直接勾掉 最后做个票据就行了 这个话题以后就不要说了 对不起王总 你的这个决定我不能接受 这无意义让我认错 但是我没有错 还是那句话 没有到交货的日期 谁也不能说我错 习副总 给你点脸你就拿着得了 王总说你错你就是错 怎么 你现在还不服管了 习副总 有个台阶就赶紧下了 何必呢 就是 你非得坚持对错 有啥用 就是错了 能咋的 王总都说 这也翻过去了 你怎么还没完了 就在这时 蜜鼠敲门走进会议室 对习副总 习副总 梦莹服装厂给我们送工作服来了 在一楼呢 需要你去签收 话一弄下 整个会议室的氛围 瞬间就是一个转车 每个人的目光 都看见了习削的 你们不是说我被骗了吗 现在人家把工作服送来了 你们跟我一起去签收啊 明川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咱俩之间还说什么感谢 这些工作服 是按照通码制作用 后悔场景短点的到时候 你让服务员自己弄下去 王总 这位就是梦莹服装厂的老板明川 你好王总 小蕾 这样的人以后就不要给我介绍了 身份不符 而且我是开公司的 他只是做服装的裁缝而已 我们不在一个起跑线 什么人都认识的话 会让人笑话的 我还得回公司去洽谈一个项目 这些闲杂人等 赶紧打发就是了 林川 你别生气 你来之前 我才跟他们争执不下 他们都想看我的笑话 职场竞争就是工作 到处都是按流网络 保持清醒 冷静 你就会发现没啥了不起的 也没必要跟同正人 你把自己的工作做到完美 他们想说啥也说不出来 还是得谢谢你牛川 不如中午一起吃个饭吧 改天吧 服装朝那边 还有很多工作 好